OK 从本来开始我们就介绍一下Redis Redis其实在我的上一次NordidS课程 就是那个从零开发博客WebSore里面都已经用过了 而且讲的也非常详细 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就再把知识点再过一下 就是看过之前课程的同学可以稍微快速的看一下 就是把一些重点再介绍一下为了补权我们这个课程 Redis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内存数据库 相比来说 相比MySQL来说 它是一个硬盘数据库 也就是说我们的数据 我们既然说之前选行的是用MySQL做数据库 然后我们的数据 我们的用户 我们的博客 我们的微博 以及我们的用户关系的信息 都存到MySQL数据库中 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还有用Redis做内存数据库呢 因为我们有一层缓存 缓存机制的应用 这一块我们会在第二张 就是接下来讲完现在这个所有的知识点介绍之后 我们会有一张专门讲这个技术方案的设计 那里面我们会再介绍一下缓存 它和那个数据库的分层是什么意思 那这儿我们先就这两点说的话 就是缓存 缓存也就是说内存数据库会比MySQL 就是硬盘数据库 访问会快很多很多很多 然后那个访问快嘛 就是对这个性能消耗就比较少一些 然后就用户 那个响应市场就会短一些 就用户体现更好一些对吧 就是做的又快又好 这肯定是我们每个系统 每个网站需要优化一个方向 对吧 那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缓存呢 我们想一下 就根据我们之前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介绍了那个 我们微博的整个的这个界面 大家想一下 其实微博这个界面 大家有天天用微博也很熟悉了 首页 我们的微博的首页 是显示自己 以及自己关注人的列表 这个时候需要用缓存吗 我觉得这个时候不需要用缓存 因为如果我们的微博里面 有注册了一万个用户的话 每个用户进来之后 首页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然后你进来之后缓存一下 我进去的时候也缓存一下 他进去的时候也缓存一下 而且全部放在内存中 这样的话 用户数量一多对内存的压力 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这个没有必要缓存 就是从直接从MySQL里 去读取就行了 慢一点就慢一点 对吧 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大的内存 去把什么时候都缓存起来 而且这样的话 缓存东西比较多 第一个对内存压力比较大 第二个对管理上也比较困难 因为缓存的东西太多了 然后我们管理的东西 应该还是放在MySQL里面 去管比较好 就统一好管理一些 然后有一个页面 是很适合做缓存的 就是我们那个微博网场页 大家有没有印象 微博网场页 所谓微博网场页呢 就是说它是一个大杂会 它不会根据用户 去做特殊的显示 就是这个广场页 我进入之后看到的 也是这些人的微博 你进入之后看到的 也是这些人的微博 就比如说微博广场页 我们如果是每次放在微博广场页 如果不做缓存 直接从MySQL中去读的话 就是你进来之后 微博广场页 从MySQL读一遍 然后读出来的结果 那个是一样的 我进入微博广场页 也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 就会我们得到一个优化点 就是我们可以 一个人进入之后 把数据拿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放在内存中 对吧 反正每个人都是 获取的数据都是一样的 我放在内存中 然后占的空间也不是很大 然后数据量也不是很多 就那么一份数据 然后你进来之后 发现没有 从数据库里面 拿出来 放在内存中 然后显示出来 我在进去的时候 我就可以直接从内存中获取了 我就没必要去数据库里面 再去就是查清一圈 对吧 所以说这是内存的一个必要 就是说 当我们网站中 或者系统中 有一些公共数据 需要存储 这些公共数据 不因每个用户的话 而有差异的话 我们是很适合 用这种内存数据库做缓存的 这样的话 就会让我们的性能 得到回来提升 所以说 这就是我们的Redis 存在的一个必要 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 我们接下来要讲登录 登录 这个我们 这先提一嘴 我们后面详细说 每次登录完之后 要 这个系统里面 要存储用户的 这个登录信息 就是通过Session来存储 这个我们后面会详细说 这些信息 也适合放在内存中 并不适合放在硬盘中 就并不适合放在MySQL中 因为它 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 虽然说 每次用户进来之后 这个 你进去接会儿 所以我进去接会儿 但是它有个要求 就是 比如说 我的用户东西 存到服务端之后 我每次请求 都需要去获取 用户服务信息 不管是我请求什么东西 就操作效率非常非常高 操作效率非常高 就对性能有个要求 就是你必须要快才行 这样的话 就适合放在内存中 至于说 登录那块 怎么去用Redis 我们后面再说 我们这儿呢 先说Redis的基本应用 以及 我们会演示一下 我们 NordiS怎么去连接Redis 怎么去为我们 刚才讲的那个 广场页的那个 传统来提供一些 基础的支持 OK 然后下载安装使用 这个我们会 只能介绍一下 然后呢 是NordiS操作Redis 这个呢 我们会怎么演示一下 好 下载安装使用 Windows呢 你就直接去 这个链接去 那个 看一下就行了 这个链接是 我们的一个网站的 一个链接 它介绍了 Windows怎么去安装Redis 介绍到比较详细 也是比较傻瓜式的 一个安装方式 Mac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 HomeBroad来安装 就是Broad install Redis 然后这个Broad呢 你需要单独安装一下 可以去往上查一下 很简单 一行面目就可以安装上 这种安装方式呢 是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的 所以说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安装 最后呢 就是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先启动一下 Redis Server 和这个Redis Current 进行连接 可以进行一些 那个 自己的一些测试 OK 那 最后呢 我们是用那个 NordiS操作Redis 然后我们就直接 看一看代码 好 介绍这个 动作节 搜到Redis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 Redis在命令行 怎么操作 也就是我们 刚才说的 那个先启动Sore 然后再启动Client 比如说我们现在 Redis已经安装好了 然后我们要先 启动一个Redis Sore OK 启动完之后呢 大家注意看 这有个Port Port叫6379 大家记住这个 担控号 这是它Morning的Port 6379 然后这个启动完之后呢 我们这个界面 就在这待着 就不要让它停止 然后我们再新起一个 微信号操控 这儿呢 我们就运行这个Redis CLI CLI就是Client的意思 CodeIn的意思 然后进行之后 大家看 它对准的是谁呢 就是127.0.0.1 这是我们的 本地的IP地址 然后6379 就是刚才的这个担控号 其实这个呢 就是类似于 我们去访问一个 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Loghost 3000 这是一个道理啊 其实Redis也是 自己也是一个服务 对不对 OK 在这儿呢 我们光说Redis 是一个内存数据库 对吧 那它是怎么操作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它是一个 就是非常 比MySQL要好理解 很多一个操作形式 就是纯是一种 Keep it out的操作形式 就跟我们的 就是我们可以 简单类比一下 就跟我们的那个 CS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这儿 有Object的对象 然后我们想设置一个值 就是Object.name 等于双眼老师 对吧 这样就设置了一个值 我们想取一个值呢 就是Object.name 这样出来就行了 其实Redis也是一样的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去 通过Site 通过Site.name 叫Cone 好像写错了 好就这样吧 然后GateSite 想修改一下 我们可以再重新Site 把这个词给它改正确了 好 然后我们再重新Gate 然后我们想看一下 所有的这个值 我们就通过这个Case 大家可以看到 里面有一个Site 有一个Name 对吧 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一个跟我们操作对象一样 当然里面存的都是ZoTro的形式 如果说我们想存一个ZoTro的形式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ZoTro存进去 然后存在之后 然后再去把它转换成一个ZoTro格式 OK 那其实这两个的值 目前就存在我电脑里面随动的 就没有网数据空里面存 所以说我们去Site和Gate的时候 就会非常快 虽然说现在你根本看不出 我现在演示的时候 执行一个Site和语剧 操作数据库快 还是说执行个这个东西快 但你看不出是因为我们的 那个请求量比较小 就我自己在那操作 好像一边讲一边操作 那肯定看不出来 当然当我们把这两个东西 应用到系统中 应用到这个 真的线上的时候 当大量的访问请求进来的时候 这个效果就能立马显露出来 内存是比硬盘要 访问速度快 是要大一个数量级的 知道吧 那知道什么叫数量级的概念吗 数量级的概念就是说 在数量级的概念里边 比如说我可以说 4万和4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10和4 或者4是10和4 就是一个数量级的 所谓数量级的就是说 我跟你没法比 根本没法比 你乘以多少倍都不及我 对吧 你要乘以很多很多很多倍 才能改善我的这个速度 所以说内存是要比硬盘快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说内存快嘛 也比较贵嘛 对吧 所以成本也比较高 硬盘就比较便宜了 所以内存我们省点用 然后硬盘呢 我们可以稍微的作用一些 也比较便宜 OK 那这儿就讲了那个 Ladies Current的操作 我们先把这个 好这个就先留着吧 我退出了 就用Exit的退出就行了 退出完之后呢 我们这个Sore我们就一直开着就行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演示 Ladies去连接 Ladies 这个Sore得开着 你不开着的话 这个Sore关了 那你就连不上了 是吧 我订阅 我订阅 那是我们俩的 我认识 我认识 你不开着 我认识